这次咱们来说拉克斯 拉克斯英文名是Lux 它可是个只要站在那里就会发光的英雄呢 这大概是因为啊 它从名字到称号到技能 似乎全和光有关 首先Lux也是一个光学上的计量单位 被光均匀照射的物体 在一平方面积上所得的光通量 Luminance Flux是一流名Lumen时 它的照度 Luminance就是一个Lux 物理学上一般翻译为乐克斯 而不是拉克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和光有关的词 Luminance Lumen Illuminance 都有个LUM啊 这是因为啊 很多这些和光有关的词 都能追溯到它们的源头拉丁语 拉丁语其实有两个常见词 可以代表光 第一个词就是 Lux 更多表示白天的光 第二个就是Lumen 更多表示夜晚的光 比如灯火蜡烛之类的 Lumen正好也是光学上的流名 咱们现在买头影仪 提到亮度时 老实说多少多少流名 说的就是这个 别让我解释啊 因为英语图我也不懂 这我得去问我大哥 物理图 不过要是有懂的小伙伴 请在公屏上解释一下 这个Lumen 以及拉丁语中 不同的和光有关的词 最终就衍生出了英语中 许多和光有关的词 比如Luminary 原始发光物 后引申为专家 泰斗 Luminous 发光的 Luminous 亮度 主要描述单位面积亮度 Luminosity 光度 主要描述光能量 这个Luminosity 也出现在英雄Lux的称号里 The Lady of Luminosity 只译为光度女士 是不是听上去像卖钻石的 所以国服翻译成了光辉女郎 好听多了 你觉得这个英雄怎么样 请在弹幕上说说你喜欢他 或不喜欢他的理由吧 Illumination 是名词 照明 光源 咱们刚才提到 这些有LUM的词 都是从拉丁语过来的 这个词也不例外 它来自 Illuminatus 前面这个 Il 表示 进入 后面的部分就是 光 所以把光照进 就是照明照亮嘛 比如说小时候拿着手电筒 在被窝里偷偷看漫画书 那手电筒 就是被窝里唯一的光源 The only illumination under my blanket 国服翻译为 光芒四射 Binding 是动词Bind的 现在分词形式 意思是 绑 Bind 可以指实际意义的绑 如果你把一只大气球 绑在小兔子身上 你做的动作就是 Bind a big balloon to a bunny 如果气球足够大 说不定就能见证 第一只飞天兔 Bind 也可以指感情上 比如你从小养兔子 那你们之间的感情就 Bind you together 把你们联系在一起 请注意 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是 Bound 不是Binded 所以 Love binds you together You're bound together 爱维系你们 你们被爱维系 而Bind 做名词时 意思是 窘境 比如你前脚 现实单单的保证 你可以帮同学 解开那道难题 结果发现 上面一个字 也看不懂时 这种情况 就可以称作 In a bind IT出生的英语图 我其实最先想到的是 编程上的Binding 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小复杂 哪位程序员有时间 可以在公屏上解释一下吗 在这里 Light Binding 可以直译为 光芒绑定 国父翻译为 光之束缚 这个词的意思则是 冷静 你如果第一次见到这个词 可能会想 这个词尾 SM怎么读吗 答案就是 在 嗯 前加一个中央原因 所以他读作 PRISM 注意尾音是 嗯 双唇闭笼啊 否则听起来太像 PRISM 监牢了 PRISMATIC 是名字 PRISM 的形容词形式 意思是 冷静折射的 BARRIER 意思是 屏障 可以表示 实际的屏障 比如 The Great Wall was a barrier against enemies in ancient China 长城是 古代中国 抵御外敌的屏障 Barrier 也可以比喻 意义的屏障 比如 鲁迅先生 故乡中的 我们之间 已经隔了一层 可悲的后障壁了 中的后障壁 就是个 Emotional Barrier 而 The Barrier to Learning English 就是 学习英语的障碍 这个 在你来了英语 和我这里之后 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PRISMATIC Barrier 可以直译为 冷光屏障 国父翻译为 趋光屏障 Lucent 这个词 也来自 和光有关的拉丁语 第一个意思是 透光的 比如阳光 从窗户玻璃 穿透进来 这里的玻璃 就是透光的 相当于 Translucent 这个前缀 Trans 表示穿过 这里是让光穿过吗 但是要注意哦 Translucent 往往是指 光能穿过 但是不完全穿过 如果完全穿过 那就是透明 要用另一个词 Transparent 这个Transparent 可不是穿过你的父母啊 这里的Parent 来自拉丁语 PARARE 是出现的意思 穿过并出现 所以透明 Lucent的第二个意思 就是发光的 相当于Luminous 一般不是指那种 可以闪下眼睛的光亮 而是指一种柔和的光 比如夜晚的月亮 洒下的光辉 Singularity 在这里的意思 是名词 起点 或者说 奇异点 这个嘛 还是得靠我大哥物理图解释 我就别不自量力了 我只知道 这个单词 是从Singular 单数的变化而来的 咱们语法上的 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就是 Third Person Singular 这个技能的国父翻译为 透光起点 Final 意思是最后的最终的 Spark 在这里是名词 意思是火花 所以在这里 Final Spark 可以直译为 最后火花 国父翻译为 终极闪光 这里的帘字符的用法 经常出现在口语中 就是把好几个词 放在一起 加上帘字符 组成一个名词 或者形容词 比如 I am a will do anything for carrots and coins rabbit 我是只为了胡萝卜 和硬币 能做任何事的图子 这样的用法 更像是咱们中文习惯 在名词前 加大定语 不过这样的用法 考试中尽量避免啊 老老实实用 从句 I am a rabbit who will do anything for carrots and coins 咱们都知道 glow是动词 发光 这里的glow 加了这个前缀 变成了形容词 意思是 发光的 面词发红的 相似的用法还有 live 加上这个前缀 变成alive 活着的 sleep 加上这个前缀 变成asleep 睡着的 所以 The sky is aglow with sunset colors 天空被晚霞 染上了光 这个词还能引申为 因兴奋而红光满面 比如 I am a glow because of the two coins that you gave me 我因为你给了两枚用币 而满脸兴奋 好 这次就到这里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 英语兔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 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